大家好 我正式宣布 10月1日開始 推出我的年費計劃 跟往常一樣 你知道給最低限度5元美金 一次過收一年錢 就可以享受我12個月的服務 包括可以看到聽到我的評論 雀鳥相和在報紙發佈的文章 這個年費計劃是有折扣的 大概是九二折 即是說你給11個月的錢 就可以拿到12個月的服務 為了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年費計劃 我答應過送一些紀念品給你們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最近出的賣得不錯的一本書 定價是108元 無論你住在香港或者海外我都會免費送給你們 當然是郵寄 在海外的朋友的郵費都很厲害 大概70到80元用空郵的話 為了減輕我的負擔我就建議你們可以 每個月增加一元 可以令到我的支出沒那麼大 當然這個不是強制性 你需要如常維持 5元美金我都可以繼續用空郵寄給你們 你知道通過這個電郵 將你的名字 和你的地址 給我 那麼我就會 根據這個名字和地址 寄給你們 我送給大家這本書當然是一本 簽名本 是有我的簽名在 如果你問就可不可以寫你們的名字 當然可以 你希望的你要求的 我都會做得到 這個送書計劃就優惠期有限 至今年的年底 2020年的12月31號 可能有朋友會問 可不可以有月費九月年費 當然可以 打開你的patreon的網頁 然後在右上角 那個profile picture 那位那裏 打開 這個整理你的會員的資料 就是manage membership那裏 就會一步一步告訴你 如何有這個月費九月年費 我在這裏看一看大家 由於patreon就改變了他的收費模式 所以我建議你們就可以在月初 就開始訂我這個計劃 舉個例子 譬如月費的訂戶 你在1號訂了之後 他就會馬上收你錢 到下一個月1號 然後才再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10號才開始訂 他在10號收了第一次錢之後 到下一個月的1號 就會收第二次錢 那你就會虧了10日 年費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1號訂 那麼就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1號 然後才再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是10號訂 他10號收到第一次錢 到下一年 同一個月的1號就收第二次錢 其實是 虧了10日給他的 我在這裏就希望大家踴躍一點 參加我這個年費計劃 可以有 送書給你們 可以有折扣 可以繼續 看我的評論 看我的著述照 還有看我的文章 多謝大家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美國 總統選舉第一場這個辯論就完了 還有兩場 就是總統對總統候選人 還有最後一場 另一場就是 副總統對副總統的候選人 究竟會 發生什麼事呢 會不會好像第一場出現的情況 我想大家都會很有興趣知道 會很關注 第一場這個辯論之後就很多人會有不同的分析 也都有很大的爭議 我昨天做了一條片就說 特朗普就完勝 除了贏了對手的拜登之外 還贏了 這個主持人 Chris Wallace 這位小華內士 那條片就在底下留言的朋友就 很多 大力鼓掌 就說我 看到那個情況 明察秋毫 看得很通 特朗普贏 就是 意料中事 我看到那些留言都覺得有些好笑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標題 寫的內容是什麼 除了贏這個拜登之外 還贏了這個小華內士 小華內士是一個主持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 debate presidential debate的主持人 其實 他的角色 應該是沒有參與這場辯論的 特朗普為什麼會贏了這個小華內士呢 這個原因就是 特朗普整個策略 就是完全不按那個遊戲規則辦事 不按這個辯論的遊戲規則辦事 他不單止不按那個辯論的遊戲規則辦事 不單止是 人家計算過 總共在這個90分鐘的 這個涉戰裡面有73次 打斷 拜登的發言 90分鐘裡面有73次 平均一分鐘左右 分一分鐘多些又再打斷 即是說 特朗普整個 辯論的策略 是不讓拜登說話 又或者不讓拜登用他的思路去說話 你看到 拜登其實那個反應 你知道你年紀都不小了 開頭的時候 要回應特朗普那個 提出的問題 於是將他想說的話全部走掉 到那個辯論的後期他都不理他 他看都不看他就向著這個電視機鏡頭 即是向著觀眾 去說他要說的話 漸漸 擺脫了這個特朗普的打斷 不過無論如何 那個打斷的情況 香港是不停 存在不停纏繞著拜登 73次 不單止 大家互相叫 拜登 叫特朗普 shut up 又說他是小丑 然後 特朗普就攻擊 拜登說他你聰明 你口試包尾的 你聰明兩個字都知道不到哪 不單止他兩個人在對峙 我不知道那個73次打斷對手的發言 那個統計 我沒有數過的 我看一些媒體 美國媒體這麼說 有沒有包括打斷華萊士的發言 即是說特朗普完全不按遊戲規則辦事 就是因為 我想在歷介總統選舉 甚至一些很落後的地方 例如香港 香港政治很落後的 我看完之後我就笑出來 我就說 他跟香港的選舉真的很相似 香港的立法會選舉的辯論 有些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聲音答到不得了 建制派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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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建制派民主派互相答 都有 你完全聽不到對方說什麼 現在這一招 特朗普就用到足 但是 香港的選舉的辯論裡面 很少有的 我也有參加過 做這個主持 很少有 被 即是後處人 是跟那個主持人去辯論的 在我經歷當然沒有 我看很多電視辯論都不會存在 特朗普就是 打破了所有的常規 跟華萊士辯論 小華萊士 還說我是想跟你辯論 我覺得挺好笑的原因就是 除了說特朗普完全不按 牌利出牌 你猜不到他做什麼之外 其實你看得到 他有一些東西是很失勝而為 喜歡怎樣就怎樣 完全不按常規 所以 這個不按常規當然 當然 特朗普的勇頓 那些川粉 特粉 包括在美國 包括在香港 都拍手叫好 因為他習慣了特朗普這種做法 他這樣說 如果不是特朗普這種 不按牌利出牌 不按由於規則辦事的作風 和做法 他是不會令中國 今天的處境 他的理論就是如此 OK 但是 放在美國 你和我都沒有票頭 我們拍掌都沒有用 放在美國來說 調查 除了誰贏誰輸 這個意義不大 七成的民眾 感到 這一次的 辯論 感到厭煩 老老實實 我看都厭煩 因為我看太多 這一類 用打斷人家的發言方法 去搞亂人家整個思路 讓人家完全 說不到 他要說的 那種所謂選舉 的 這個辯論的技巧 沒有什麼功名 我覺得沒有什麼功名 但是 什麼人會覺得特朗普完勝 當然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 無論特朗普說什麼做什麼都覺得他是完勝 因為 你知道 粉絲這件事 粉絲這件事 那個是偶像 是不是 他變成怎樣 說什麼說話 幾個無厘頭 幾個 不按牌利出牌 甚至幾個無恥 他覺得這都是他的成功策略 或者是無賴 都是他的成功策略 所以 我覺得特朗普完勝的人 一定是特朗普的用盾 包括香港的用盾 這一點 我再補充 接下來的兩場或者三場辯論 我想副總統對副總統 不會出現這個所謂混亂的情況 令人厭煩的情況 那兩場辯論怎麼辦呢 這個尤尾規則 可能會改寫 會再做過 以往從來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遇到一個新問題 2016年 都有打斷 打斷的情況 沒有那麼嚴重 是否想著那個節目主持人 那個 那個 都要有些方法 看看小華來士 有些人批評他 他控制不了場面 他試過一兩次 大聲點 提高他的聲線 或者提高他的聲浪 提高他的聲浪 提高了之後 都說對不起 我是不想的 你看得到的 是一些很傳統的精英的 主持 辯論的方法 他是 盡量不介入 盡量客觀 盡量持平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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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候選人發言期間 另一個候選人的麥克風 會被關掉 他在延長喊也好 可能 收不到麥克風 用旁邊的麥克風才能收到 能否阻止特朗普這種策略 我也是懷疑 因為如果 死心塌地 或者已經下定決心 一定要用這個策略打亂對手 情況也是一樣 總統選舉的辯論 意義不大 我都覺得意義不大 大家答聲 大家喊了 小學雞那樣 你說我無賴 聰明知不討兵 你考試包尾 跟辯論有什麼關係呢 總統選舉辯論應該說什麼呢 應該說政策 裡面有說政策 歐巴馬care 說對中國的態度 說黑人 Black Lives Matter 等等 清廷點水 清廷點水 就完結了 大法官任命 不夠兩句就完結了 說來有什麼意義呢 我看美國媒體 其中一個觀點 我認為是值得 拿出來說的 值得拿出來討論的 就是 究竟 這麼混亂的選舉 其實 客觀效果是什麼呢 這個值得討論 就是 有些分析 會不會 美國媒體會這樣說 會不會是 完結了這個辯論之後 中國和俄羅斯變成大贏家 那麼奇怪 為什麼 選舉都沒有投票 為什麼會變成大贏家 香港的人 只是關心 究竟是特朗普贏 還是 對中國 在中國有很多利益 他的兒子 拜登贏 特朗普的強硬路線 對中國強硬路線勝利 還是拜登的 妥協 乃共的路線勝利 香港人 很容易分 在這個問題上 容易分 不是容易分 容易分 我看政治 經常都說 看政治 不要那麼善性 永遠的邏輯不是一條線去 很多個分歧 很狡惑的很多東西 第二 不要 容易分 不是說 all or nothing 不是說有 要是全有 要是全無 這種 分析政治方法 尤其是分析國際政治 國際利益政治的方法 其實 徹底 是很多盲點 看不到 我剛才說 為什麼美國媒體會說 會擔憂中俄會成為大贏家 一直有個說法 就是 哪個體制 現在不是說特朗普贏 還是拜登贏 在這個選舉 在這個辯論 是哪種體制 哪種體制是優越 中國大陸是很突出的 這種宣傳 說什麼制度自信 什麼文化自信 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說法 民主就是浪費時間 民主都很浪費時間 其實真的 中國大陸不用辯論 民主要在事前要很多討論 甚至辯論 甚至爭拗 甚至會在國會裏面有肢體衝突 美國 沒有什麼發生 比如亞洲國家 然後 說極都說不定 談極都談不定 於是 政府又會停擺 美國政府也停擺了 不止一次 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院 眾議院聲言 不撥錢給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說 對不起 又要關燈走人 有些服務也做不到 停擺 多浪費時間 這個制度是浪費時間 浪費資源 你看看 沒有民主制度的國家 包括中國 俄羅斯也有的 也有選舉 比如中國 不用選的 那個國家領導人 黨的領導人 不用選的 他可以長期執政的 連憲法也有改 然後用一個舉國體制人 都好辦事 你看看中國控制這個肺炎多好 現在經濟開始復甦 你看看你美國 你看看你歐洲 越搞越大 民主有什麼用 民主可以控制到肺炎嗎 民主有什麼用 民主可以控制到天災嗎 中國 沒有民主 雖然他說人民民主專政 沒有民主 不過有專政 就能夠全面地 控制到 亂局 有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在黨的堅強領導下 英明的領導下 很快 將這個疫症可以控制 經濟馬上可以恢復 這個 中國 到今天一直都是宣傳 他的體制 制度上的自信 舉國體制 是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很多難關都可以跨過 他一直都去 攻擊這個美國的民主制度 或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他國內很多的問題都搞不好 大家都明白 這個討論的目的 不是向世界展示他多麼厲害的優越 他說完之後 大家都可能自己覺得底氣不夠 不敢再禮 因為 如果你要數 民主有什麼好處 或者獨裁有什麼好處 大家會各自 在學術上做很多研究 但他這個 宣傳的目的 大內宣大外宣的目的 就是告訴中國人民 你們不需要 你不需要擔心 你不需要憂慮 你不需要關心 政治自身 你管好自己家 大計日給我做 我做千秋萬載 我做得好 就可以了 他要確保百分之百 永遠都做得好 不會有什麼問題 做得不好不是他 做得不好是一些人 不like他 他阻礙 那些異議分子阻礙國家發展 阻礙於是將那些人全部拉去坐格 這次的辯論為什麼會說 美國的漁人說 中俄會變成大贏家 就是 因為在中國的宣傳 在俄國 在俄羅斯宣傳 美國的民主制度 其實是一匹屎 是一鑊足 你看 這個總統辯論 變什麼 小學雞吵架 是一場黎張摔角 互相打斷 出言不信 人身攻擊 看完之後 美國的民眾有七成覺得很厭煩 他和我 同樣記住什麼呢 不是記住哪個人的辯才 不是記住哪個人的政策 就是記住那些什麼你小丑 你聰明和你知不到哪 你考地什麼 記住這些我們所謂的金句 大家覺得很過癮 有些人覺得 當然我們香港的觀眾會覺得很過癮 但是在美國人來說 他覺得都是憂心忡忡的 為何一個總統辯論 選舉辯論 是會變成這樣 為何會變成 民主 是不是就好像中國或者俄羅斯 絕對不是一個好制度 這個制度只不過是 給一些 這一類的人 出來 根本 不是給能力 不是給政策 不是給口才 只不過是給大聲 大聲完之後 吸引到 他的選民 投票 然後做四年 根本大家都不去問 究竟 那個政策是怎樣 做得好嗎 只是用聲浪去壓對方 就是等於贏 這種所謂 打嘴炮的做法 是不是民主制度的真相 是不是民主制度的真剔 是否 大家只是在所謂的辯論裏面 用一些 這樣的方法去壓倒對方之後 贏得選民的支持 就是民主制度的真面目 在美國來說 第一場這個選舉 總統選舉的辯論 大家就可能會 想這個問題 在其他國家 他們沒有民主的國家 這個民主制度這個投票制度 值得美國自豪的 這個制度 原來 那個 表面上的現象 就是如此不堪 在這個 總統的辯論裏面 就反映出來 我會這樣看 接下來 今天是第二天 辯論完之後 接下來 在中國的輿論上 就會 大 將旗鼓地 將這種情況 或者這種觀點 寫出來 告訴中國人民 這是大內宣 但是 無論是國內 大家對國內的宣傳也好 或者在美國人心目中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移民 難道 打斷別人 73次的發言 就等於民主制度的真剔嗎 然後 華萊斯要大聲渴指 雙方 不要再攻擊 不要再攻擊 互相用人身的方式攻擊 不用再大聲 I am the moderator Let me finish my question 不用這樣 大家只記住這些說話 我也是記住這些說話 其實他們說的內容我完全記不到 我都會問一個問題 總統選舉 辯論 水平就是這樣的 美國引以自豪的 一人一票 民主選舉的制度 水平就是如此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也是很值得反思的 如果水平就是如此的話 民主 選舉的制度 真正的意義 在哪裡 值得人家推崇 在哪裡 是不是在總統選舉 這個辯論裡面 大家會看到 大家對於政策 不同的分歧 不是用大聲打斷對方 而是用 政策用事實 去駁倒對方 然後給 選民有一個理性選擇 難道這不是民主制度的真剔嗎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場的總統選舉 裡面完全看不到任何 絲毫 出現這些元素 這個是不是很值得大家反思 好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 深藉口快這個channel C L A S S 還有繼續 買頭條本色 這本書 如果想我送 都可以 如果你參加這個年費計劃 你就會有機會得到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 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